我们来看一下博物馆的马儿在后台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一进来就看到一匹准备做造型的小Pony 看着专业的手法 我们第一步先给它往上梳一下 然后我们再拿定型胶给它定个形状 现在是瘦版的蜜桃 逐渐变胖的过程 这边的小Pony刚做完造型 这边的却在被剃毛 这边是这匹大夏尔玛的专属位置 你们猜一下它多高 以至我的精神高是170 这边还有一匹爱看热闹的斑马 你在干嘛小斑马 把头磕在上面 看着一排排不同国家不同品种的马 也没有很羡慕 它发现了一个大版的洗衔锤 再多几个的话就成彩虹色了 以后你就叫彩虹蛮好不好 不咋好 马儿无聊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看 都在满自己的舌头 看到没 这匹马就别人管 你之前还要再给它编一下辫子 登登 你们等一下 看编完之后是什么效果 谁说男生不会编辫子的 你看这不是也扎得很好吗 登登这样也要很完整的造型 就做好了 在某个护蹄双 我们就可以尽管工作了 要是认真工作的一片 你也赶紧工作去吧 好 你看这一片